端午节了塞隆州了 大家知道吗 其实外网上也有人在看咱们塞隆州的视频 评论区关注的角度 有的真让我意想不到 有的网友在关注的不是塞隆州 而是水 有人感叹道 中国的河流这么干净 这话说的难道其他国家不干净吗 别说这还真让我想起了 巴黎不是要开奥运会了吗 好像因为塞纳和泰马埃泰 他们就打算花钱治理一下子 结果他们那的人有的还不太开心 竟然就往里边投放排泄物了 还有之前我讲过的 在英国举行个赛艇比赛啥的 给运动员都臭晕了 想到这儿我都不由得为这位网友点赞了 这想必是对全球河流有所关注的人 的确我们赛龙中这么如火如荼的进行 跟我们有干净的河流确实是分不开的 还有人关注的就是速度了 因为真的好快 有人说了 他们这是在跟时间赛跑 拥有令人震惊的赛传技巧 另外有的网友还是知道传统文化的 纷纷表示 我是爱中国文化和传统 中国有这么丰富的文化和传统真好 这太棒了 简直让人看得落泪了 真希望能去中国看看 喜欢那里的文化 还有更多网友表达了支持和喜爱 表示太酷了 有意思啊 真想去参加比赛 但是我怕我会掉下去 大家知道吗 随着中国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西方国家也渐渐兴起了端午热 在欧美国家华人华侨 以及中国文化爱好者中间 端午庆典主要以龙州进度的方式展开 与西方国家的体育经济文化相结合 比如说在德国吧 端午节就被翻译为龙州节 历史上赛龙州啊 先后传入了日本越南及英国等国家 是2010年广州亚运会正式的比赛项目 不得不说端午节啊 越来越有国际范儿了 龙州热助推中华文化传播 绵延数千载的龙州文化 随着我们中国人的脚步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如今啊 赛龙州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国际化竞技运动项目 受到越来越多外国人的关注和喜爱了 随着2009年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费一名录 端午节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是越来越高 海外也在花时过中国的端午节呀 我觉得这是好事 让全世界感受到了我们中国人家国情怀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中国节日独特的魅力 和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 坚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昆姐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